經歷了兩個多月之後 那個情況是非常之嚴峻 現在也不能夠可以預見 什麼時候可以完全走出這個困局 但是我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有這個信心 仍然是有這個承擔 是做這件事 儘管是很困難 儘管我個人情緒有很大的波動 但是最終的決定 都是以香港的市民 和我能夠幫香港的市民 和幫香港走出困局 為最大的考慮點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 或者是唯一一個選擇了 繼續留下來和大家一起走出困局的原因 所以我們共同的首要的目標 就是把這個暴力停下來 讓香港的社會早日回復平靜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所以我們必須用法治的手段 那是說要是有一些違法的行為 我們必須要以法治來處理 包括警隊的區部 也包括律政司不受干涉的檢控 最後就到法庭 香港的法庭是一個非常獨立的法庭 我們必須來判決